为满足广大市民运动需求 桃园市政府体育局 从104年4月1日正式成立以来 及充分运用桃园市既有的运动资源 提供民众理想的体育活动与空间环境 并致力于充实各项软硬体设备 让体育休闲和民众生活结合 激励民众提升运动的职与量 朝更精致化 优质化的运动目标迈进 而为了让运动风气更加盛行 市府也不断建设符合国际水准的运动场地 与积极办理各类型活动 搭配各界热心人士的参与 桃园市的体育界 呈现出一股朝气恳伯 行行向荣的神明力 在体坛上更是创造佳机 成果丰硕 在此良好的根基下 体育局也不忘与职业运动合作 发展属地主义 让桃园市有了多支的城市球队 包含中华职棒Lamigo桃园队 桃园蒲园建筑篮球队 桃园La New桌球队 以及桃园航空城榜球队 更进一步扩大参与层面 让每一位市民均能了解运动的乐趣与好处 使运动风气深入人心 体育局至今成立届满两年 接下来要用这两年体育局的各项重点工作 来向市民说明丰硕的体育成果 为满足市民运动需求 桃园市共新建了桃园 中立 卢竹 平镇 巴德 及南平六个国民运动中心 包含最受民众欢迎的室内温水游泳池 体势能中心 韵律教室 羽球场 纵合球场及桌球场等六大核心设施 桃园国民运动中心 桃园国民运动中心位于桃园区 中山东路与三名路口 基地面积3042平方公尺 总楼地板面积约10900平方公尺 新建工程已于104年11月29日 举办动土典礼 预计106年8月底完工验收后 办理事营运 南平运动中心 南平运动中心位于桃园区南平路 基地面积7618平方公尺 总楼地板面积约5000平方公尺 新建工程已于105年3月26日 举办动土典礼 预计106年8月底完工验收后 办理事营运 中立国民运动中心 中立国民运动中心位于 本市中立区光明公园 基地面积2811平方公尺 总楼地板面积约17300平方公尺 新建工程于104年12月5日 举办工程动土典礼 预计106年12月底完工验收后 办理事营运 除了上述几个已经动工的 国民运动中心 市府未来正准备建设的 还包括卢竹国民运动中心 平正国民运动中心 八德国民运动中心 充分满足不同区域市民的运动需求 为持续加强桃园市运动环境 局局自104年度 开始办理补助各区 简易运动设施先建及改善计划 补助对象为本市各区公所 补助总经费共计新台币1亿5700万元 补助项目为各区辖内 现有公立运动设施场馆 及增设简易运动设施或附属设施等 并且在全桃园市新建14座天幕球场 预计会在106年9月全数完工 让市民朋友能更方便地享受运动乐趣 另外也在巴德区、杨梅区、新屋区、观音区 新建4座棒垒球场 预计在106年底全数完工 推展桃园市的棒球运动风气 除了加强运动基础设施 市府也在全桃园市分别规划了三座体育园区 分别坐落在杨梅区、中立区、龙坛区 每座园区当中都规划完善的运动场馆 兼顾民众运动休闲以及专业运动训练 为提升桃园在国内外运动的能见度 体育局也持续办理多项大型赛事 也都吸引大批国内外好手参加 但不忘进行优质选手培训计划 也给予最优质的医疗以及训练资源 在办理国际赛会方面 包括2016第二届台湾马拉松赛 2016年桃园城市碑国际体操邀请赛 2016年东亚少年、青少年、成人空手道锦标赛 2017年国际自由车环台赛桃园战 在办理全国性赛事方面 则包含105年全国大专校院田径公开赛 第一届桃园市城市碑业余高尔夫锦标赛 2016年全国国小碑极简锦标赛 另外还有市长碑锦标赛 以及桃园市运贵等全市性的赛事 运动市健康之本 要成为体育大臣 体育局也全力协助民众养成运动习惯 充分运用各项资源 营造更友善便民的运动环境 105年运动爱台湾计划 配合教育部体育署执行 105年运动爱台湾计划 本市共提报申请12个专案 73项活动 获得教育部体育署核定补助金额 达新台币1045万7千元 本局配合自筹新台币 612万9565元整 105年桃园运动卡计划 104年教育部体育署核定 补助本市新台币240万元 办理运动课程补助 为该属于105年度 停止本项计划经费 体育局应该项计划施行 效益良善 自行编列预算新台币500万元 于105年持续推行 另外使计划去在地性 更名为桃园运动卡 桃园运动卡借由实体市民卡 及优惠运动课程的相互结合 鼓励民众积极参与运动 以直接补助特约运动场馆经费 让持卡民众享有优惠价格 自由参与各场馆提供之运动课程 2016桃园市全国斗牛尬一下篮球赛 今年篮球可谓是全民盛行之活动 为加强推广户外休闲生活 与健康运动风气 规划办理2016桃园市斗牛尬一下篮球赛 让青年学子走出户外迎向阳光 享受挥洒热血与汗水的乐趣 本次赛会总奖金高达约50万元 参赛队伍继2321队8317人 较去年增加54队 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赛事 体育局在市长支离发展 竞技运动与全民运动 让桃园市成为体育大势的政策方向下 近年来积极办理国际赛事 全国赛事及全民运动 并推动各项软硬体设施 执行建与整备 期望让桃园市充满健康活力 并更具竞争力 因应体育国际化 本局正全力争取各项大型国际赛 在桃园举办 透过体育交流竞赛行销桃园 塑造桃园成为健康活力的运动大城市 未来本局将按规划的旗程 投入更多资源 以全民运动与竞技运动 齐头并进的方式 做好完善业务整合分工 并结合桃园市各级学校 与民间体育团体专业与人力 一步充信有资源 共同合作 发掘培训更多优秀选手 带动全市体育运动发展 相信在市府行政团队 及本局全体同仁的努力之下 与全市市民各界的支持参与 桃园市必将成为全国最好 最棒最优质的国际体育大城市